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家庭的故事 父亲过去打职棒还是一名名投手 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小孩将来也可能继承他的事业 至少要做一个好的运动员吧 他的儿子诞生了 他满怀着期待 但这个儿子却是先天的脑性麻痹的患者 这下子父亲立刻面临了人生莫大的考验 他甚至有点赌气地曾经把儿子放在轮椅上 就是要他学棒球 但这个只是让父子之间的感情 面临了莫大的折磨跟压力 终于有一天父亲想通了 何妨两个人一起去运动 而运动的方式最好让儿子能得到满足 父亲能看到儿子快乐的一面 他选择让儿子跟他一起参加路跑 当然必须是父亲后面推着轮椅 但这个儿子非常坚强 也希望自己能够展现他的生命勇气 于是他决定每到最后一英里的时候 他坚持要从轮椅上站起来 以他自己那非常艰苦 而且非常甚至近乎痛苦的方式 要走完全程 最后父亲到每到参加这种路跑的时候 大家都注意到了 就有一名男孩子会从轮椅上站起来 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终点 所有人都在那终点等待替他加油 也期待那令人感动的胜利时刻的来到 这对父子如今的故事已经传遍了全美国 今年9月他们在夏威夷还要进行一项更大的挑战 大家都期待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成绩 美国内心跟踪莫特和路跑活动 有一位非常不一样的参赛选手 坐在轮椅上的是22岁 从小罹患脑性麻痹的强尼 对轮椅的则是他的父亲杰夫 谢谢 过年多来这对父子当以这种方式 参加过数十场路跑活动 回到最后一英里 贪宽的强尼会奋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 扶着助行器 在父亲的协助之下 千辛万苦地走完 一步一步地反弹前进 沿路参赛选手看到乔尼 以主动盛情鼓励 最后来到了终点线 这场所有的人都围过来 抱以热烈地欢呼与掌声 坚然步伐的毅力 让乔尼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用户 供人勇气的背后有一段艰辛的成长故事 约早产十个星期 强尼出生时脑部严重受损 医生诊断罹患了脑性麻痹 医生无法正常走路和说话 对父亲杰夫来说打击更大 他曾经是美国职棒底特律老虎队的投手 也盼望自己的小孩 你要热爱棒球 对父亲杰夫来说打击更大 他曾经是美国职棒底特律老虎队的投手 他只是故事说我们想要有9个儿子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球队 然而杰夫毫无欺验 尽力地培养儿子对棒球的兴趣 他从小抓住了儿子的手 试图挥棒 甚至试图让儿子坐在轮椅上场打球 和家人一起看电视转播棒球赛 是强尼平日的嗜好 妹妹安妮加入随少棒球队 一遇到比赛 强尼一定会在本类板后面 为他大声加油 只是当旁观者已不能满足 强尼月月欲试的心 父亲在六年前的夏天 做了改变强尼一生的决定 他推着轮椅带着乔尼一起参加路跑 升凭第一次参加比赛 乔尼兴奋之情一语言表 我一直想要感觉到 我感觉到蜂蜜的感觉 我感觉到我的蜂蜜的气氛 父子两人就这样 一个坐轮椅 一个推轮椅 四年之间参加了好几场路跑 甚至也参加了铁人三项 2013年夏天 强尼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的建议 强尼决定每场路跑的最后一英里 他要自己独立完成 但是双腿不听使唤 想要完成这项任务 比登天还难 续步为奸 跌跌撞撞 这场马拉松 在父亲和妹妹的协助之下 走没几步路 就已经满头大汗 虽然万分辛苦 但强尼丝毫不放弃 好几次停下休息 喝水擦汗 看到强尼如此的卖力 其他路跑参赛者 也一起来加油 他在面上的决定 但你能看到 体育的部分 是在决定的决定 他走完了最后一礼物 来吧 那边的决定 是正在那儿 复杂你 迷路不屑 奋斗到底 包括母亲在内 许多地产的民众都一风落泪了 谢谢 谢谢 完成个人的挑战 强尼首先要感谢的人 就是陪他跑过数十场 马拉松的父亲 这队父子党从此成名 更获邀参加今年十月的 夏威夷全程铁人三项 为了参加铁人赛 父子加紧体能训练 他们想再度向世人证明 只要有决心和毅力 再困难的障碍都可以跨越